紫色不错去 那你要弄紫色就弄吧 要不然还是你决定 随着时间的流逝 相信赵丽颖在与冯绍峰那段感情中 已经释怀了不少的压力 对赵丽颖来说 如果一直划揣过去去生活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难受 毕竟那段感情 赵丽颖多多少少是付出过真心的 正所谓爱得越深伤得越深 赵丽颖即使在积极坚强 也需要用时间来治愈自己 这或许就是 为什么赵丽颖一反常态 抛掉繁重的工作 选择在社交群体中散散心 吴蕾与赵丽颖身后的友谊 被调侃是姐弟关系 如今吴蕾也成为一个 能照顾好别人的阳光男孩 对于赵丽颖这段感情经历 可以说吴蕾也感同身受 心疼赵丽颖 如今赵丽颖心情开始好转 不少网友猜测 赵丽颖是不是已经能够 面对新的恋情 一次 吴蕾调皮凶赵丽颖 不能着急想着去恋爱 随后赵丽颖回答 如今不会盲目去追求爱情 更何况还有个放不下的儿子 可谓是让冯绍芳愣住了 那么问题来了 观众朋友觉得赵丽颖 会选择复合吗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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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